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九芬老师在这里为我们介绍了三河四大菊 金木水火 那么每一个菊他讲了生龙 望龙 怪带龙 风学讲的是长生龙 帝望龙 怪带龙 画的是图 那么又讲了病龙 死龙 觉龙 病死觉龙 那么每一菊他画了六个图 那么为那方面我们把这六个图作为一个图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既然赵老师说前面的文字叙述不太清楚 如果你还是不懂的话 他又给你画了六个图 这个图 标杀 生龙 望龙 怪带龙 又给我们找出来病龙 死龙 觉龙 让我们爱图去看 那么既然赵老师画了这么多的图 那我们就也要讲解一下 有这个第第五角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打在第27页 我们看一下他画的第一图 叫以炳交耳驱续 以炳交耳驱续 以炳交耳驱续 交耳驱续 那么他上面写的是火菊 火菊乙龙 火菊配乙龙 就是火菊 乙龙 生旺死绝 生旺死绝 生旺死绝图 那么既然是 生旺死绝 他又加了一个怪带 又加了一个病龙 那就是六个图 实际上就是生旺怪带 以及死绝病龙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呢 也给大家画一下 画一下 还是天盘的 风筝 天盘的风筝 那么 凡是看水口的 那都是天盘 天盘 天盘的风筝 天盘 天盘 风筝 天盘 创三五行的二十四三 我们先把二十四三标出来 人字鬼愁耿 耿盈加毛 以臣凶事 丙武定位 孔生耿有兴旭前害 创三五行 二十四三 二十四三 每两个呢 一组 为的呢 就是配合十二朝生 配合十二朝生 那里面呢 这外面呢 是水口 我们要先找水口 以水口呢 来定局 那么我们找到水口 定了局以后 我们就要看龙 那么里面呢 这个是低排的阵阵 低排的阵阵 那么 外面是水 那里面呢 是低排的阵阵 看的是龙 我们以低排的阵阵 格龙 立下 那么格龙的意思就是 格定的 也就是说要看七十二龙 从哪一个方位来 叫格龙 我们看看 那赵老师呢 是怎么说的 那么赵老师他说 凡事看地 到头结穴 看地 到头结穴 用罗盘外盘 看水口 用罗盘的外盘 就是天盘的风筝 看水口 那么如果 水口在 心虚 前害 人子 如果水口在 心虚 前害 人子 啊 在这六字上 啊 那么水口呢 在这六字上教会 那六字上教会 那 结位子 啊 就说呢 叫 以炳交而屈叙 啊 结位子 以炳交而屈叙 啊 那么是炳火菊 火菊 对吧 配的是以龙 啊 那么 以炳啊 炳火呢 是火菊 啊 那么以呢 是龙 啊 那么用罗盘 内盘 低盘的正争 啊 内盘 也就是低盘的正争 啊 那么外面呢 看这个水口 啊 那是用的是天牌的纷针 啊 天牌的纷针 啊 天牌的纷针 天牌的纷针 啊 啊 我们先用天牌的纷针 啊 如果呢 水口在心虚 前害 人子啊 啊 这六个赛场啊 啊 那就是火菊啊 银武序 对吧 序是火菊的木库 那就是火菊啊 配的是以龙 啊 那以龙呢 就是从 地牌正争去看 那地牌正争呢 去隔龙啊 啊 那么 教老师说呢 以啊 我们用的是 配的是以龙 那么以呢 长生在屏武 逆行 是吧 长生 火菊配的以龙 那么以龙的长生呢 就在屏武 然后呢 是逆行啊 长生 沐浴 怪地 零快 地貌 水 病 此 木 鸟 鸟 这就是 火菊的水口 配的是以龙 啊 以木的雷龙 啊 以龙 我们刚才说 啊 用罗派 内派 格龙 以 长生在屏武 逆行 啊 长生在屏武 啊 那么屏武的话呢 就是长生 啊 那么这两个字上呢 啊 就是长生 所以呢 长生在屏武 啊 旺在更鸣啊 旺呢 就在更鸣啊 啊 长生地旺啊 地旺呢 就在更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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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木 以呢 长生在屏武 旺在更鸣啊 旺呢 就指的是地旺啊 啊 木在兴旭 啊 鸣旭山和火菊 啊 那么它的木库 啊 木库 啊 一个是长生 地旺 啊 啊 木库 啊 就在兴旭 啊 非是以龙 啊 木在兴旭 若龙从兵武二字上入手 啊 如果呢 龙从兵武二字上呢 入手 啊 是森龙啊 就是森龙呢 就是茶色的龙啊 茶森龙 若龙从兵武 这两个三里面呢 入手 啊 那就是森龙啊 茶森龙 若龙从耿银发入手啊 那么如果龙从耿银发入手啊 啊 若龙从耿银发入手啊 啊 那就是地旺龙啊 若龙从耿银啊 这两个地呢 这两个字上入手啊 那就是 地旺龙啊 那么若龙从以臣发入手啊 啊 以臣发入手啊 那就是怪带龙 那一次呢 那一次呢 他说一个长生龙 怪带龙 帝望龙啊 啊 就是我们讲的火局以龙啊 啊 他的身旺死绝啊 实际上呢 他这个身旺啊 啊 逐渐呢 还加一个灵啊 地 怪带 啊 逐渐还加一个怪带龙 啊 那么死绝呢 后面还加一个病龙啊 就是病死绝龙啊 病 病龙 啊 我们再看 从甲毛二字上入手啊 是灵怪龙 对吧 长生沐浴怪带灵怪 如果从甲毛这两个字呢 这两字呢 入手啊 那么就是怪带龙 对吧 是怪带龙 是灵怪龙 啊 是灵怪龙 从甲银上入手是地望龙 龙啊 以双三龙啊 共有八个字啊 那就是长生沐浴 灵怪 带龙啊 也就是火局配的以龙 龙从冰雾方来啊 是长生龙 从以臣方来啊 是怪带龙 从甲毛方来 是灵怪龙 从甲银方来 是带龙 有一次呢 他说这八个字啊 啊 那么这八个字上来龙啊 就是龙的 理气的身旺啊 这就是他的 理气上的身旺 理气啊 他的身旺龙 啊 那么实际上呢 身旺龙呢 就是长生龙 地望龙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怪带 灵怪啊 啊 我们记得长生沐浴 怪带 灵怪 地望啊 啊 那么从这四个 四个方位 八个三啊 这个龙呢 就称之为 啊龙呢 在理气上呢 是身旺的 啊 是身旺的 啊 以双三龙 共八个字啊 啊 结位置 理气身旺 那么理气身旺以后啊 再配上龙的形象的身旺啊 啊 那么龙的形象的身旺啊 啊 我们上午讲的啊 啊 区区活动 对吧 雄伟壮观啊 啊 要雄伟壮观啊 啊 要这个素气清秀 对吧 素气呢 清秀啊 必然大发 啊 这样呢 再配上 理气的身旺啊 再配上呢 啊 形式上的身旺啊 啊 必然呢 大发 啊 翻转的又说 若龙从仁子二字入手啊 啊 如果龙从仁子 啊 我们看一下 龙从仁子二字上入手 那么仁子呢 这两个方位呢 它属于病龙啊 啊 若龙从仁子二字入手啊 那就是为病龙啊 称为病龙 那么从前海二字入手 从前海二字入手啊 那就是死龙啊 啊 是死龙 从耿有方 啊 耿有二字入手啊 啊 从耿有二字入手啊 啊 这方位啊 那就是绝龙啊 啊 绝龙啊 那就是病死绝龙啊 啊 也是六个字啊 啊 分别是人子 前海 耿有啊 啊 龙呢 如果从这六个字上来啊 那就是病死绝龙啊 啊 呈自为呢 病死绝龙 以双三五行路啊 啊 共六个字啊 啊 结位之礼器啊 啊 从礼器上说呢 这六字上来的呢 呈自为死绝之龙啊 死绝啊 那么这八个字上来的 是生旺之龙 啊 那这六字上来的啊 啊 是死绝之龙啊 啊 龙字形象啊 随便生化啊 啊 啊 就是说呢 礼器呢 是病死绝龙 那么 如果龙的形象啊 啊 虽然高大 啊 修力 粉满 啊 啊 因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龙呢 是病龙 死龙 绝龙啊 结成呢 死绝龙啊 死绝龙啊 也不发 呃 赵老师下面又说 以下三土是火菊 啊 长生 地方 怪带龙入手啊 长生地方 怪带龙入手 为龙通俏 那只要和相 只要呢 相呢 龙和相呢 相和啊 那就是 大地大发 小地小发 拜五五不发 如果 立下啊 啊 稍微呢 有一些差错啊 也能呢 发二三十年啊 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啊 行自外堂 啊 水用 水呢 就准备绝 水呢 就准备绝 那么我们把书 打到二十八页 我们看一下 那么赵九峰老师呢 他说的这个 火菊 啊 火菊 啊 以下三土是火菊的 声望怪带龙 啊 我们看一下 火菊的啊 声望怪带龙 啊 火菊 银五虚三和火菊 人子鬼 丑狗银 甲毛鱼 陈逊四 银五丁 极五丁 极右兴 睡前黑 啊 啊 那么赵老师说呢 以下塞图是火菊 就是以比较而去序 那么实际上呢 就和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 那么外面呢 是双塞五行 人子 鬼畜隔音家谋已成 兴师兵武定位 空生隔游 兴序 前黑 那么这是 里面呢 是配的是乙龙 乙龙 火菊配的是乙龙 以兵交而去序 那就是 火菊配的是乙龙 那就是我们看到 它的水口 在兴序前黑人子 这个地方呢 是地势地外的 是水口 那么 水龙水 交汇以后呢 就从 这六个字 任意一个字 出去 交汇 那就是兴序前黑人子 那么涼水呢 那么涼水呢 交汇以后 就在这六个字的范围之内 只要是 在这个 到这个范围之内 对吧 那么六个字 一个字呢 是15度 那就是 在这90度的范围 90度的范围 那就是 火菊 以武虚山和火菊 那么火菊 配的就是乙龙 那么乙龙呢 长生在比武 的 生龙 这个就是 从这地方来 比武方来 那就是 生龙 称之为 长生 长生龙 那么从这个 更银方来 长生 沐浴 败带 连败 帝望 从这个 更银方来 那就称之为 帝望龙 更银方 称之为呢 帝望龙 长生 帝望 一次呢 他说 以下三局 以下三局 是火菊 生亡 怪帝 那么怪帝呢 长生 沐浴 怪帝 那么怪帝呢 就在这个地方 以成 水怪帝 那么从这个地方 兵武 以成 耿营 从这六个字上 来如呢 就分别 称之为 罗的生亡 那么其次呢 罗的生亡 就指的是 罗的 曹生 怪帝 灵官 地方 也就是 曹生 怪帝 灵官 地方 从这四个方位呢 八个字 四个方位 八个字 来的龙呢 就称之为 龙的生亡 龙的生亡 那么只要 龙水通 龙呢 通敲 就是说 来龙 或这个水呢 和菊 只要呢 和菊 那就是 大地大发 也就是说 只要呢 我们这个水口 在这个 兴趣 前害 人子 也就是火菊 那么火菊 那么火菊的时候呢 恰好呢 来龙 又在以臣 或者在丙武 或者在更盈 正六至上 来龙 又是火菊 那就是 以丙交而去续 以丙交而去续 那么它就是 核菊的 是核菊的 那么只要核菊 那就有发财的 那么大地大发 小地小发 段无不发 我们看一下 它呢 就是火菊 生龙入手 火菊的生龙入手 那么生龙 就是长生 那么它说呢 如果龙 从这个地方来入手 长生发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龙 来龙 是吧 入手龙 那就是 龙从屏雾放雷 水从心水放出 那么去水呢 当然是 就得真六至 是吧 心水放去水 龙从屏雾放雷 然后第二呢 就说的是 火菊 旺龙入手 那么旺 就是帝旺 那就是 龙从地旺放雷 对啊 龙从地旺放雷 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水呢 也是出入兴趣 从木库去 出去 那么就是 称之为 火菊 旺龙 旺是帝旺 火菊旺龙 那么第三个图呢 就是水从 以臣方来 那就是怪电龙 水从 以臣方来 对啊 龙从以臣方入手 对啊 那么龙从 以臣方呢 入手 呈自为 怪带龙 水呢 依旧呢 出这个兴趣 从这个 库里面去 阴武虚三河火菊 火菊的库 就在 西叙 西叙 那这个呢 就叫的是 火菊的 生龙 堤霸龙 怪带龙 入手的 那就是 阴武虚三河火菊 水在进地发 然后呢 龙虫别物方蕾 或者是龙虫以成方蕾 或者是龙虫各营方蕾 称之为 生旺之龙 生旺之龙 那么实际上呢 龙虫家母方蕾 那是灵关 对啊灵关 长生物欲怪帝灵关 灵关龙 那么 这边呢 你看他讲的是 那么下屠是病死绝龙 就是说龙虫呢 病放蕾 死放蕾 绝放蕾 入手随好 也不发 入手随好也不发 因入手不得伸妄 就是说龙的 你的形象呢 再好也不发 因为什么 因为呢 龙处于 这个 病龙 死龙 绝龙 你从这些地方来龙 那就龙呢 火炬 它本身呢 龙就处于 病死绝方 病死绝方 那么 龙的形势再好 也不发 因为呢龙呢 处在病死绝方位 病死绝方位 因此呢 不得伸妄 不得伸妄 因此呢 也不发 那么如果你立下 又立错 本身是火局 如果你立下 再立错 那么代物一家 不发凶 不仅不发 而且呢 还要发凶 发凶 不仅呢 不发财 还要发凶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是 属于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那么 你看第一图 火局 病龙入手 那么就是 营物虚 山河火局 这个地方是水口 对吧 那么龙 里面呢 是排的龙 长生沐浴 怪在灵灰地瓦 衰病死 木绝 太阳 那么如果龙从 人子放来 那就是病龙 如果呢 龙从 续前放来 那么就 称之为死龙 如果龙从 耿尾放来 那么就 称之为 绝龙 称之为绝龙 那是不发的 你不管这个龙的形狮 多么灰红 多么庞大 多么雄伟 多么壮观 他不发 因为呢 他是 在理气上 他是病死 绝的方位 那么如果你在 离脱象 那么不净不发 不发福 而且呢 还要发凶 而且呢 又发凶 对吧 龙一死绝 就是说呢 龙已经死绝 那么象 再好 你理的象呢 再好 也不发 那么如果 龙一死绝 就说呢 日子龙是死绝 病死绝方来 如果你理的象 这不好 理的象又不好 龙也不好 那就是 凶上加凶 凶上加凶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 龙的形式 形式呢 还是比较好 那么如果 他的这个 来的是病死绝 方位来龙呢 那么他 大不了就是不发 不发 如果你才在 你错了下 那就是 凶上加凶 凶上加凶 我们看一下 他一个说的是 火菊 病龙如首 那么就是 有虚三合火菊 那么龙从 人子方如首 就是病龙如首 那么第二图呢 是火菊 死龙如首 那就说 有虚三合火菊 如果龙从 前黑方 前黑方呢 雷龙 如首 那就是 死龙 也不发 那么第三个图呢 就是 火菊 蛟龙 什么是蛟 那就是 银武虚三合火菊 龙从 格友方来 那这格友方呢 就是蛟 那么是 蛟龙 入首的 当然 那么 既然是 银武虚三合火菊 蛟 是水的木库 那么就是 就收水 从心绪放出 水从心绪放出 那么这个呢 就讲的是 赵老师呢 列的是六个图 那就是 龙的生旺死绝 实际上呢 我们要知道 龙的生旺 所谓的生旺 就是好龙呢 就是指的 长生方来龙 对吧 怪带方来龙 灵怪方来龙 以及呢 帝王方 这四个龙呢 是鸡龙 就是长生 怪带 灵怪 帝王 这是火菊的 从这四个方位来龙 四个方位 八个山 来龙呢 是 生旺之龙 那么 病死绝龙呢 就指的是 人子 前亥 耿有 如果是火菊 龙从这 三个方位 也就是说六座山 六个山 六个山 来龙呢 就称之为 龙的死绝 死绝 那么龙一死绝 那么你像 对吧 立像呢 再立错 那就是大胸 如果龙一死绝 立像呢 你的最好 他也不发 因为呢 龙是死龙 绝龙 那么 下节课 我们再看一下 星人 惠尔 巨城 我们节节课呢 我们讲了 27页 28页 29页 下节课呢 我们看 30页 31页 32页 31页 31页 32页 下节课呢 我们就看这个 星人 惠尔 巨城 水局 星龙的 水局 配的是星龙 看一下星龙的 身旺死绝图 我们把呢 四大局 每一局呢 再给大家呢 总结一下 我们就看在后面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